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天豪老師 這一次呢來做個特別節目 這一集呢是我們出版社啊 最近收到了很多家長的意見 主要都是呢在社會科第一次斷考考完之後呢 發現孩子成績不太好啊 有點擔心 很多爸爸媽媽的通常反應都是啊 社會科其實是一個我的科 尤其是一些生活知識就貝科嘛 那麼只要孩子願意努力念書 然後學校老師有教到 然後回來稍微做做作業 考試成績八九不離十 八九十分總是可以的吧 但最近收到的意見都是啊 我的孩子社會科都考不及格 不到六十分怎麼辦 買了參考書呢好像也沒什麼用 而且呢 爸爸媽媽會發現呢 孩子們反應啊 老師講的都聽不懂 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第一個主題是啊 孩子為什麼考不好 奇怪了 教材本身好像也沒有特別困難啊 那為什麼孩子遇到這種都寫國字的課程會考不好呢 為什麼呢 我們從事實來看一下 上面這個啊 是我從舊版 注意哈 這個是舊版課程中的截圖 你稍微感受一下 其實你也不用很認真研究 但你可以感受一下 你會發現 他是按照時代序列的 從上古時代 講到秦漢大帝國 再講到威信南北朝 好 滿每個時代呢都做一個精準的簡單惡要的敘述 這個教材教了十多年 其實沒什麼問題 他就是一個很多老師都覺得 還蠻上手的 很順利的 教了很順的教材 可是呢 那今年新版的教材 在同一個範圍裡面卻是這個樣 注意你看喔 這裡是三課 從上古時代 才交到威信南北朝 這個是今年新版的教材 上來呢他的第一課就會要求老師 把商周到隨堂的 歷史 交給學生 而且呢 一之一到一之二之間啊 其實沒有很大的 時代交代的順序 就很快就跳過去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呢 搞不好蠻多爸爸媽媽本身也蠻熟悉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過去十多年 甚至二十多年來 大家都非常習慣的 歷史就應該考這種東西 你有沒有發現 考一些排列組合啊 正確的重要事情的記憶有沒有正確啊 春秋時代應該怎麼樣 戰國時代是怎麼樣 學生有備熟課文 題目有做到 90%以上的學生只要認真念課本 只要把課本學好 而且作業有寫 這個題目都會對 因為 段考考的題目十之八角都是這類型 所以學生考試的時候沒什麼壓力嘛 有念書的話 成績自然很好 你都會覺得社會科是不需要擔心的 但我現在介紹一下 新課綱裡面 跟剛剛那個教材相連接的題目 會長什麼樣 你可能會嚇一跳 他長這樣 銅頂跟虎幅 這個就是銅頂 這個好像有點太 也不能說這不是歷史 這不就故宮伯爺裡面的東西嗎 沒錯 然後呢 考題會先一段敘述 這是故宮伯爺裡面的毛宮頂 搞不好 各位還有帶小朋友去 故宮看過 那這個毛宮頂裡面呢 是刻了有字的 這些字啊 是周天子撤封的時候呢 告訴那個被封的貴族說 你要好好管理國家啦 你要管理國家的 標準要按照 我們王室的規矩啦 你要跟我合作啦 你要忠心耿耿啦 巴拉巴拉巴拉 其實這就是一個 長官叫那個下屬出差的時候 必然交代的話嘛 這個不過這個可是寫在3000年前的頂上面 好 再來第二個呢是虎符 虎就長這樣子 然後呢虎符啊 是戰國時期開始流行的 國軍呢要跟將領溝通 如何調動軍隊的時候的一個信物 符分成左跟右 所以這個符是可以拆開來的 兩個符合在一起之後 就叫符合 符合這個詞就從這裡來的 必須要符合才能調動軍隊 但是呢 有一個例外 這是50名士兵以下呢 可以不用符 但超過50名士兵一定要有符 才能調動軍隊 講了很多歷史細節 巴拉巴拉巴拉 好接下來考題來囉 你看長這樣 第一個問題 根據毛宮鼎的記載啊 這可以作為 哪一項 制度在歷史上存在過的證據 答案是封建制度 因為他是分封嘛 這個可能還沒問題 你看第二題 長這樣 我們對於情度虎符的記載怎麼樣的解釋 並不恰當 注意又是不恰當喔 學生必須從兩段文字當中讀出 第一段文字所講的是封建制度 第二段文字所說的其實是中央極權體制逐漸形成 而且還能夠判斷這個邏輯規則 最終知道 出現虎符之後 將領有沒有可能背叛國軍 當然有可能啊 所以你不能選 S 所以C是錯的你不能選你要選他啦因為這文不符合嘛 為什麼呢 因為 有虎符就代表國軍並不怎麼信任將領 如果國軍 不用擔心將領會不會背叛那他還用這個虎符幹嘛呢 所以學生要得到這種反向邏輯判斷才行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孩子在念完之後他發現題目不會寫 因為好的素養題其實要長這樣 但是 老師們會不會針對性的把這種東西拿來做教學的標的呢 那可很難說 因為畢竟不是每位老師對新教材都有如此的熟悉程度 所以 呃 這種教材啊 是未來的常態 但是老師們可能還要好幾年才能完全進入狀況 這就是為什麼 孩子會覺得 課本講法好像也不是特別難 老師教的好像也都聽得懂 但我一到題目就不會寫 因為 老師其實沒有把 題目更新到素養題的水準 那是不是有歷史是這樣呢 不是接下來我們看地理 地理問題很尷尬 而且這個尷尬尷尬到 我不需要用題目來做例子就會感受到 請注意 這個還是一樣 這是舊版的教材 在舊版教材當中呢 有第1課講中國的疆域跟 劃分 第2課講中國的地形 第3課講中國的氣候跟水文 感覺上條理分明嘛 然後每一個小節個別教了一些基本知識點 這有什麼問題嗎 有 因為在新版的課程裡面 一課就講完 對 所以我碰到非常多真實的情況是 學校的老師們反應 我這次段考裡面的上課時間 只夠把第1課教了 因為他要按照舊版的那些標準跟內容 來教 新版的課程 舊版裡面 有3課的時間 3課可是半個學期啊 7 8個禮拜以上 但新版呢 1課只有3個禮拜 所以等於老師必須瘋狂敢課 更可怕的是 新版的教材其實刪掉了很多中國地理的細節 所以 學生其實是在新版中不用再背那麼多中國的河川啦 地形啦 各種形態啦 不用再背這些了 但是老師可能還堅持要教 因為他覺得這樣教才完整 這樣學生才不會 權益受損 這樣他將來考試的時候 才不會受到傷害 但恰恰尷尬的就是啊 未來考試可能不考這麼多細節 他就在一課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國中升學高中的會考 是一個非常標準知識化的考試 以社會科來說呢 他有63題 那這63題要分配給三個科目 所以一個科目是分21題 那多少課程考21題考題呢 答案是34課 所以你可以想見 一課還出不了一題 所以中國的自然環境 地形跟氣候過去是三課 三課至少要出一題 甚至有可能出了兩題 但在新版教材中他被濃縮成一課 一課可能連出一題的機率都不高 好再來是公民 公民呢是 這是舊版的 公民在舊版當中呢 八年級上學期會教國家的基本形態 會教國體跟政體 你感受一下 不用很認真去研究 我也沒有必要在這裡教你課程 但我想讓你知道一下 他會教學生怎麼理解國家的體制 怎麼理解政府的體制 然後你很清楚可以看到 這裡可以分成 民主國 君主國 共和國 然後民主政體跟獨裁政體 沒問題喔感覺好像 不太困難嘛 那可是新版教材是這樣 你注意看喔 舊版教材是教了一個 制式化的規定 有點像是怎麼分類水果 這邊是圓的這邊是扁的 但是新版教材是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 民意跟政府政策之間的關係 民意怎麼影響政府政策 其實他是同一個概念下延伸出來的 前面講的那個民主政體 也必須要講這件事情 但在新版教材中 他就不教那些簡單可以背的東西 還要學生自己去想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舊版跟新版教材 感覺上沒有巨大的變動 可是成績卻天翻地覆 其實他內涵變得很多 各位來看一下 這是舊版的提醒 在舊版的段考題裡面 這已經算非常漂亮的一個題目了 你看喔 根據前面所教的國家體制跟政府體制 學生可以從這個圖片當中給的條件 來思考 那這可能是一個 有君主的國家 因為他有元首 虛偽元首 然後呢 他又執行民主爭執 因為他有多數黨跟少數黨可以輪流執政啊 那這應該是一個 有君主又有憲法 可以說是民主國家的君主國家 那就是英國啦 這是舊版教材中學生的思考邏輯 其實不困難 做好練習即可 這也是為什麼你以前會覺得 好我們家的格格跟姊姊在考 八年級九年級的國中社會課的時候 都成績不錯啊 但是怎麼搞的 到我們小弟小妹上課的時候 就成績差這麼多 來請看一下這個題目 俄羅斯的民主 首先呢講的是一個真實世界的事情 就是2018年的時候俄羅斯又舉行總統大選 憲政總統普丁呢又贏了 巴拉巴拉巴拉 接下來介紹一些 關於俄羅斯過去選舉總統的狀況 你會發現 俄羅斯選了很多屆都是普丁當總統 而且普丁在當完總統之後又去當總理 當完總理之後又回來當總統 沒完沒了 然後呢 對於新版本的課程內容 我們出出來的選擇題 不再是過去那種單純的記憶 叫你分辨是美國還是英國還是法國 還是中華民國 不是這樣分的 而是要求你判斷 民眾為什麼對於普丁不斷的連任 覺得很抗議不說服 原因是因為啊 這種情況已經不再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黨輪替了 雖然普丁並沒有違反憲法 他當了兩任總統又當總理 當了總理再回國當總統 他沒有違反憲法不能無限連任總統這個規定 但是 這其實也就是掩耳道理 誰都知道他才是真正的老大 這樣能叫民主嗎 所以學生必須思考民主的本質是什麼 是制衡 是定期選舉 但是 這些東西要怎麼在課程中傳遞 他需要一點 時間讓老師學會 畢竟 老師能力很強 但教材太新 而且適應時間太短 這些都是真實的問題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先做準備的關係 我剛剛提到這些問題在我設計的教材裡面 都有完整的配套 我可以教的學生很容易懂 接下來我來討論一下 就是 怎麼得高分 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那我 可是 我們的孩子 兩年後 三年後就要去考 升學會考 如果現在教材還是 是處於這種親黃不接的狀態 老師們教的可能也不是很熟悉 然後呢 各種題目本身也沒有準備的很好 那萬一將來的會考考出來成績很差 也要知道 升學會考只有一次機會 你考差就沒有 你總不能說因為我們這件是新生 所以我們要求考兩次考三次 不可能的 那會不會會考很難考 其實我想為各位澄清這個問題 恰恰不會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 新版本的會考跟舊版本的會考 經過我研究這些題目 我可以負責任的告訴你 我負責任的告訴你 新版會考跟舊版會考 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他的題目是有連續性 那有什麼問題嗎 問題在於 學生學的不像舊版的教材那麼扎實 他會學的坑坑巴巴的 所以如果你想輔導孩子 怎麼在這種新時代的會考裡面拿高分 你想幫助他跟他一起親自共學 你想教他怎麼讀懂這些教材 那麼 以下我直接提供給你 我給學校老師的 出題規則 放心 我會把這些出題規則講得很容易理解 你可以思索一下 怎麼樣藉由理解這些規則 幫助孩子們更好的 讀書 因為其實最好的老師是家長 好 首先 現在大家都在講素養題 各位應該也聽過素養題的大名 到底什麼是素養題 我跟各位講 素養題其實是一種 解決問題的能力 但是學生要怎麼樣才能寫到全對 你要搞清楚 以下是幾個素養題的規則 第一個 題目不一定要很長 但是題目本身一定要針對現實 所以你在學習的時候一定要從現實層面思考 當然這樣講很空泛 我來講個具體的例子 這是一個會考的題目 這是一個 新冊中心 十大新冊中心出出來的會考題 要知道他們就是出會考的專門機構 而且這些題目呢 其實出題的難度跟模式 會延續到兩三年之後 絕對沒問題 兩三年之後考的還是這種東西 你能解這種東西就行 那 怎麼解呢 怎麼訓練呢 這個 夜光天使計劃 是真實的政府計劃 所以這是一個真實世界中的狀況 那學生必須從 對這個計劃的描述 來理解 他到底是要達成什麼目標 你可能有注意到了 上面被我畫了那個 放大的字體的底線 這是什麼意思 這其實是我幫學生做 題目演練的一個技巧 要知道 素養題啊 多半要靠學生自己 讀去思考去理解 但是學生根本就讀不懂 讀不會 這怎麼辦呢 我的方式是 我會幫學生畫一個 重點 注意看這個 在這一段文字當中 其實這個題目是公開的測驗題 他的原版題目中啊 是沒有這些被我放大字 還有沒有這些引號 他的內容全部都是連在一起 學生必須自己學的去讀懂他 那我幫學生做個整理 我把裡面的重點標出 而且我把裡面的文句 段句 分析好 我的教學經驗是 只要用這樣的考題給學生做 他的答對率會提升 因為他會從我給他這個提示中得知 原來是弱勢家庭 要需要孩子需要吃飯 吃晚飯才有離奇上課 還有孩子需要額外的輔導 那只要做到這些呢就可以幫助他們 彌補那些學習資源的落差 那協助弱勢當然是社會爭議 這樣的思考方式就可以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 你可以理解政府為什麼推出這個政策啊 規則聽起來非常複雜 那怎麼出題呢 是這樣子 在這種題目當中 素養就體現在 學生能不能讀懂 老師給出的那個問題上 我們來舉個例子 這一個表格啊是 台灣兩種經濟作物的生產區域 分別是縣市以及生產量 但是現在問題是啊 這裡我有兩種作物 其中呢 甲這個行政區 他在茶葉跟糖的生產量上面 都居全台灣的前兩名 那請問一下他是哪個行政區呢 這個題目就要求學生能夠讀懂 題目中給的條件 然後用課本交給他的知識 其實嘉義有阿里山所以產茶 但是嘉義有大便所以可以產糖 其他縣市都不符合這個標準 現在要求學生是這種能力 這個就是執行 你要知道在哪裡才能夠種出這些農作 而且有一個行政區是 同時兼具這兩個條件特徵的 這種題目 就是學生真正需要練到會的 你說這能不能靠背呢 不能但你要基礎 這個不能不記憶一些基本知識 所以你要怎麼樣學會這種題目 你要明白我剛剛說那個規則 再來規則三 所謂的素養也可以是透過學習之後 將片段資料重組的完整概念 並且能精準用來做差異判斷能力 哇這段聽起來好繞口 這很像那種碩士論文有沒有 很複雜 但是別擔心 我說給你聽 其實是這樣子 比如說像不同的國家或地理區的特色 比如說餵食範圍 自然環境 人文特徵 語言宗教信仰 從課文中整理出來 然後做到理解不同區域的差異特色 學生在讀課文的時候不能刮啦刮啦刮啦就有亂背 你必須要把不同國家跟不同區域拿來互相對比 比如說像這樣 這個是一個難度非常高的題目 解不出來是正常的 但是我會幫學生拆解題目本身 這個題目的原版 沒有這些畫線的重點 而且他不是這樣一句一句拆開 原版題目是黏在一起的一段文字 訓練閱讀素養的技巧就是先幫學生減低閱讀的難度 讓他願意閱讀 因為他讀了之後能讀出概念讀的會讀的懂 他就願意多念 這裡的每一段話 都是逐漸給學生提示 讀的越多的學生呢 他獲得提示的效果越好 他越容易猜對正確答案 相反的如果學生答錯這個題目怎麼辦 你要怎麼幫他呢 你應該是問學生 這裡的每一段文字裡面 他哪一段看得懂哪一段看不懂 然後接著他幫他補充觀念 當然我先說這個是目前國中生水準最高的 歷史題的標準 不會除了比這更難 所以學生如果能解出這種題目 我通常會認為他的歷史經學的OK 至少在解題部分不會有問題 再來 規則是這跟公民科有關 公民科是新版課本中教材跳通最大的 如果你使用過不同家出版社的課本或是參考書 你會發現 哇這些連章節都不一樣 過去十多年社會科有一個很穩定的因素就是 他不管是什麼版本的課本 幾乎章節順序都是一樣 所以就算不同版本 比如說你中途轉學了 我從A版本的學校轉到B版本的學校 那沒關係啦其實都能銜接得上 但新版教材差很多 那這怎麼辦呢 是這樣子 公民科課程中啊 課文具體的例子越來越不重要 你不要擔心 你只要不要糾結版本的論述差別 不用想說A版本 B版本有什麼差別 你要徹底搞清楚 有沒有學會課本要求知識就好了 比如說像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任何一個版本都能教到 學生會寫 重點是 學生能夠體會到 怎麼解這個題目本身的能力嗎 這其實是要掌握一個規則 叫做機會成本選擇是要付出代價的 然後根據機會成本來判斷 哪一個代價高哪個代價低 最後經過排列整理之後得出個正確答案 我告訴各位喔 新版的社會課題目全都長 這樣 你千萬不要再期待說他會回到過去那種 背書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那是不可能的 你必須克服這個問題 再來 像這個 這個很生活化吧 財產繼承問題 可是他考的並不是一個背的答案 比如說 拋棄繼承是怎麼拋棄的 或是限定繼承是怎麼限定的 不是這樣子 他考的是 有兩種情況 那麼你會產生不同的狀態 請問根據我國法律 最有可能產生狀況是什麼 這不就是用規則解決真實問題嗎 反正這個學生就必須要學會這件事情 那出題技巧是 運用簡易的數學邏輯來 設計題目順序 注意喔這個簡易數學是真的很簡易 你不要忙著替學院補習什麼數學 沒有啦 國中的社會科要用到的數學能力 頂多是小學三四年級的 比大小排順序還用處罰倒數 有時候你的孩子之所以不會寫 練了很多題目背了很多字課本 還寫不出來 因為他沒有練習過這個解題技巧 我來給你看看幾題 比如像這個題目 這題目是要問世界各大洲的人口 但他不是要背出 什麼亞洲幾億 或是美洲幾億 他條件設定成 把人口跟面積呢 都做個調整 全世界人口呢都設定為100 面積設定為100格 你說那這個怎麼考呢 他考你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是什麼意思 好像聽說過但是怎麼考 人口密度是一個處法關係 把人口處於總面積 所以學生的思考邏輯是 人口密度最低 那麼要嘛是分子最小 要嘛是分母最大 分子最小 那可能是什麼大洋洲 可是 大洋洲的分母 也很小 所以他不見得是人口密度最低 反正你應該去找那個 人不多 土地面積很大的 你看一下發現 非洲跟美洲都會 分為14個人 其實他們就是各佔地球人口 14% 但是你看面積美洲比非洲大得多 所以應該要選美洲 這個思考路徑 就是新時代的那種數學邏輯下的 會考素養題 素養的本身 是學會解決問題 是有思考技巧 題目只是幫助學生 檢定你有沒有這個技巧 再來 我來讓各位示範一下 什麼叫歷史素養題 首先 所有交到多方立場 同時並程的主題 都可以用來出這種題目 比如說你看 來 我原本呢 是接受政母徵到當了日本兵 他的政母是日本 代表他出生之後 是在日本時代台灣 到廣東打中國兵 隨著戰爭結束呢 我又當了中國兵 然後到東北打共產黨 說明這個人的人生是生活在 台灣從日治 轉換到中華民國時期的階段 這因此判斷答案 這個也是素養題 而且這個挺好的 而且啊 出題技巧可以設計成 只要所有碰到有這種多方立場 對立的情況 同一個時代 有兩個或三個政權在對抗 你都可以拿來出題 這些都是可以出題的地方 所以從第1社到第6社 不用背那麼多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什麼時代 會有幾個政權 他們彼此之間是合作 還是對抗的 這個其實對學生來說 才是有用的能力啊 將來出社會之後 看一個電視新聞 至少看得懂 如果你想幫學生學會 歷史中最難的提醒的話 你要幫他思考 怎麼樣學會這種 同一個時代 有不同立場的狀態 比起被那些眾多的細節 理解歷史情境 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素養 再來 跨時代的特徵 這是一個 配合新時代的課綱 把很多教材壓縮 比如說我們前面不是講的嗎 之前用3課4課教的東西 現在2課就要教完 那 這樣能出出好題目嗎 當然可以 而且可以出的更好 我們可以選擇正向選擇出題法 跟逆向選擇出題法 聽起來很神秘嗎 其實很簡單 我解釋一下 你看喔 有一個歷史上的人 做了一個這樣的事情 其實如果你背的比較熟 你會知道這是 課本也會稍微提示 漢武帝時期 中央政府旋律提高 會管制人民的經濟 所以 學生只要能夠從 什麼時代會有這種特色 就可以得出答案 又是跨科題 跨科題的出題法是 把不同學科教導的概念 設計成 能否用來解釋 或推導 某種 已知的 現實情境 我知道 這樣講會覺得很複雜 對不對 看題目就好 你看喔 這裡有兩個人的對話 其實這兩個人的對話 是 北非的兩個獨裁國家獨裁者的 虛擬對話 不過他們所講的東西倒不是虛擬 而是 真的在10年前左右發生過的 北非的茉莉花革命 而 這兩個真實發生過事件的對話 可以有什麼方法來推理 是 大眾傳播工具促成了這個革命的發生 學生能從這裡得到提示之後 他也要思考正確的選項 當然我也先聲明 這跟剛剛那個歷史一樣 這個是公民等級的 最難的題目 國中生在國中三年的學習當中 要能夠把社會科鍛鍊到 解這個題目完全不會出錯 才算是最高標準的學習者 就得到A++的評價 不是每題都這麼難 但這確實是最高標準 不會有比這更難的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能訓練到解這種題目的話 他升學考試是不會有問題的 還有最後這個 這是執行層面的題目 這個題目講述是一個古代世界真實發生的事情 就是古人沒有今天這麼方便的航海技術 什麼GPS雷達 所以他們很擔心發生船難 因此通常在有可能會出教的地方 都會以宗教的名義設立佛塔 這個佛塔其實就是燈塔 但古人不太了解什麼叫燈塔 為了鼓勵人民相信 而且願意捐錢 他們會以佛教或是道教的名義 希望呢大家捐錢蓋個廟 然後弄個高高的塔 其實塔本身 是用來作為指標跟導航 喔原來是這個意思 這個知識挺有趣的 這個題目本身是一個歷史知識 但是我可以把它跨科 跨成一個地理題 我們前面不是說嗎 會考當中難度最高的題目是 執行 學生要做出正確的判斷 並且具體執行 選擇怎麼走一個正確方向 就是一個執行的選項 這是要讓學生在做出正確判斷上 有一個能力 這種就叫做新型態的會考題 好啦 時間有點長 希望你能夠理解 我想傳達的概念 新時代的會考題 它會出成對素養很高度的要求 而新時代的課本就是想要讓學生 在三年的學習過程中 能夠掌握這種會考題的解題思路 跟訓練出足夠解題能力 所以說你很擔心學生的成績 你應該思考一下 他能否真的理解課本中所傳達這些概念呢 希望這些概念有幫到你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